餵 這場的講者是 那她要講的主題是 深夜加油站 預見QML 那請掌聲歡迎她 大家好 那� 大家好 我們這場要講的是 深夜加油站 預見QML 那其實當初我在投議程的時候 議程組的有朋友就問我說 為什麼你要取這麼奇怪的名字 他說這樣可能人家沒有辦法一望即之 就是這在幹嘛 所以我們要幫他取個比較直白一點的名字 就是燒毀Layout 燒毀 OK 不要再用Android的Layout當XML了 快點來學QML 那其實 好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RS江 我是SICCON 2013-2014的行政組長 然後我們現在在學校創了開源社 然後我現在是念法律系一年級 對 然後那有點奇怪 不會那是別的時候在說的事 對 OK 我們今天要講的內容大概分三個部分 一個就是QML到底是什麼東西 就是然後我會大概簡介一下 QML它的組成成分啊 它的歷史啊 背景 然後我們接下來應該會實際動手寫 就是我不知道有沒有人有裝過QT Creator了 然後就是如果你大概想要照著議程 就是我們一邊帶一邊寫的話也是可以啦 那但是如果你還沒有下載的話 可能就回家來試 因為QT的 Creator 整包 100Mb 就是可能會對網路有點負荷 對 那我們這次其實比較主要的就是我們最後會帶實際案例 就是我們要怎麼四十分鐘幹一個QML G0V 的 Client 這件事情是真實案例 就是我們大概會講一下就是那個情況是什麼 然後為什麼我們要寫一個 OK 所以你可能會很好奇說 為什麼我們學了Native App之後 就是可能Android會有就是用Java 然後用Layout.xml 然後用Assets 可能用它來去寫一個Android Application 那IOS的話我們知道你用Objective-C Xcode 然後雖然Objective-C的語法有點奇怪 不過你學起來好像也不會很難用啊 為什麼你要用QML呢 對 那其實很簡單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可以看QML到底可以幹嘛 你看到這張圖 就是現在我的手機 我用Megro Harmonton 然後在Megro Harmonton的上面 這支手機裡面跑的QML 和在IOS裡面跑的QML 還有在OS X就是Mac上面原生跑的QML 是同一個檔案 就是同樣是QML 我可以讓它跨平台 然後甚至需要很少或幾乎不用修改 就可以橫跨平台執行不同的 執行同樣的程式 那其實是一個非常強大的功能 然後這是昨天我們在廠播的時候 我在這邊測試的 就是基本上來說 現在我用這個做倒除計時器 這是自己寫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不同的情況 不同的領域 然後甚至在不同的裝置 然後其實我們一程介紹的講過 就是橫跨Android iOS Megro Megro Harmonton 然後Selfish Tizen Ubuntu Touch Nemo Mobile 還有任何的可以跑QT的Linux 都可以執行QML 那其實QML講白了一點 它是QT Quick的一部分 如果有人在用Linux的話 應該知道 就是有兩大家 一個是QT 一個是GTK 那其實QT在改了授權之後 其實它還變得蠻熱門的 而且有一陣子是由Nokia主導 然後現在是由Digia接手 所以其實它們很積極在發展 QT在Android和iOS上的 跨領域的程式開發 那其實因為你 如果你有寫過QT的話 你應該知道它是一個 它是用C++Object 就是QT它有自己一套 物件管理的系統的模式 然後基本上來說 就是你用 同樣的C++Source Code 然後經過設定不同的Target 設定不同的平台去編譯 然後你就可以用同樣的原始碼 然後獲得不同的 就是結果 就是獲得不同的程式輸出檔 例如說它可能會幫你產生的APK檔 或是Deploy到iOS 或是甚至說產生Debian 就是Debian file.dev 然後發布到Harminten 那基本上來說 QML它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是它用Gyavascript Binding 就是它背後有Gyavascript的Viva引擎 然後它透過 就是它會把你的檔案裡面寫的Code 在有Binding的部分 它會盡量翻譯成QT原生的 就是所謂的Signal and Handler 然後沒有Binding的部分 它用Gyavascript來執行 所以基本上來說 你會獲得一個很接近Gyavascript 就是瀏覽器Gyavascript的執行階段的一個環境 那接下來你就知道 你只要會寫Gyavascript 你就會寫QML 然後甚至說它的語法會比Layout.xml 或是其他你在做UILayout的方法來的簡單很多 甚至說你可以完全沒有學過 就是怎麼開發程式 然後你只要看得懂英文 應該就可以寫QML了 那它支援編引到很多不同的作業系統環境 包含說你可以在測試的時候使用桌面的QT執行 然後deploy的時候用同個檔案 就可以直接deploy到手機 然後你只要把一些平台上不太一樣的差異修正 例如說螢幕的長寬比 或者說你可以 例如說螢幕長寬比 如果你想要針對不同的長寬比動態做調整的話 你可以用QT的QRC做一些動態調整 如果待會兒我們有實踐的話我們也會講到 好前面講的那麼多都是一些很generic很泛用的 就是QML到底要幹嘛 那我們可以實際看一下 你要寫一個QML Hello World要怎麼寫 這個 這個是2011年Migo Hamilton 就是發布的時候 在Nokia轉向Windows Phone之前 它採用的標準Hello World程式 其實你看它全部的程式這樣寫出來 直接丟去編譯 就會有個視窗 然後裡面就有Hello World 然後其實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QML Code的組成 最上面那行Import Qt Quick 就是基本上是QML平台所有的原件的基礎 然後就是Qt Quick會提供一些標準的物件 例如說像文字 像圖片 像是長方形一些基本繪圖的原件 那在Qt Quick之外 例如說我用Migo 所以我可以import Nokia自己寫的Migo套件庫 就是Doc.com.nokia.nokia.nmigo 那它會提供系統原生的Button 然後有Slider 就是有一些你系統常用一些原件 你就不用自己帶來刻 OK 那其實很簡單 就是QML你最外面的那個跟原件 可以是任何畫得出來的原件就可以 所以你可以用長方形 你可以用一張影像當背景 什麼都可以 那當然最標準就是用Windows 用視窗 那你用視窗之後 你就看到其實它的很像一個Json 很像一個Json檔 然後就是你看 Windows這個class是類別 然後刮起來 然後text文字 文字你幫它取個ID叫label 然後這個底下是用來QML 用來定位的方式 除了用XY絕對定位之外 就是我要定在這個視窗上面 哪個位置之外 你可以用anchor 像這邊的anchor是 anchor.center.parent 所以就是我要至終在parent 附件Windows上面 這基本上是一句英文吧 anchor.center.parent 文字的部分就是你可以隨便寫 然後我這邊故意把它分開 是為了要舉例說你要怎麼寫Jarscript 好假設我原本文字 原本假設我預設文字是拉丁文 那我在component的uncompleted 就是這個原件 當它完成載入的時候 它就執行什麼 label.text等於helloworld 我就把label裡面的文字換掉 對 其實整個下來這樣才幾行 1 2 3 4 5 6 7 8 9 4 這樣才10行 helloworld就結束了 而且沒有任何的腳跨弧 然後也不需要完全按 也不需要去依照XML很複雜的寫法 其實很快就是像用一個類似Json語言的方法 這樣就可以出來了 好我看一下我們有沒有辦法直接在這邊執行 OK 現在這是我的原始碼 因為我現在在Mac OS X上面跑 所以我用Qt Quick 2 不過我不會用到任何1.1以上的東西 所以不用擔心 OK 置信看看 iOS simulator可能有點問題 好沒有關係 點不到點不到點不到 算了 好把拖回來喔 OK OK 好那我可以繼續講 Qt Creator 好 第一次Live Demo就有點失 就失敗 真的有點傷心 好 沒關係 那個Qt Quick 基本上來說 它可以分成好幾種元件 那最基本就是 這些是所有作為系統共通的 那我們首先可以看 就是有Item 有Component 有Loader 這邊是基底元件 就是你用來宣告和載入 一般元件的最基礎的內容 然後有繪圖物件 就是基本上你在 因為其實Qt QML它的根本元素就是它用 它是一個用3D加速的一個巨大的3D場景 所以就是你就想像說 其實你在裡面 宣告的每一個物件 就是內容是它 had to be Hook 有畫路徑 有畫下來 動畫 有畫畫橋 有畫頭 有畫畫畫圖 有畫畫最後 整個場景,所以就是系統其實給你的控制項,例如我們剛剛看到 CAMD、Nokia、Migo,就是Nokia自己提供控制項,或是Qt在Qt Quick 2裡面提供控制項 其實它都只是用繪圖元件去刻出來的,所以它可能Windows會有一套 畫出來會像Windows控制項的元件,然後那個OSX可能畫出來會有一套看起來很像Mac的控制元件 然後Migo的話它的控制元件,甚至說它的SourceCode都是開放原始碼,然後你就可以自己過去修改,都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QML其實比較特別是有動畫控制,就是基本上來說,我們可以切回去剛剛那張 基本上來說你看到這邊有Windows有Text,看起來好像它產生了一個物件對不對 你在產生這些物件的時候,其實背後都是C++Object 就是它這個QML的語法雖然看起來有JavaScript,但是它除了執行JavaScript之外 其他的操作都是直接針對C++的QtObject都有操作的 也就是說你在載入一次QML之後,你幾乎是用原生的速度在跑整個城市 不會像你使用虛擬機一樣會有Panity 那當然就是C++的QtObject和JavaScript在接接過程上面會有一些差異 舉例來說就是像那個anchors.centeringParent這一句 其實它是把複物件的anchor,複物件的錨點,就是對齊的錨點 assign給文字的錨點,所以它其實是C++Object的assignment 所以也就是說你沒有辦法在JavaScript裡面動態產生anchor物件 因為那個東西在JavaScript裡面是不可用的 或者說其實QML的JavaScript不能用disk 因為你不知道你的disk是指現在的JavaScript執行環境呢? 還是這個window呢?還是componentUncompleted裡面這個函式呢? 所以它其實不是一個百分之百的JavaScript原件 但是它可以讓你很快速的產生C++物件 然後用JavaScript的方式去操作它 好,這樣講會不會有點複雜? 不過沒有關係,就是好,那我試試看桌面吧 OK 好啦,我用OSX原生了就可以了 就是基本上我們宣告了一個window 然後window裡面文字,center in parent 然後我們原本在src code裡面指定是savede omnis 然後在componentUncompleted 就是全部載入完開始,執行階段開始的時候 我們把它換成hollow world 真的沒有問題嗎? 好,那我們來看看說要怎麼樣很簡單 就是很快的把 很快的對這個程式做一些修改 OK 好喔 微微 微微 好 那我們很快的示範一下 它還可以幹嘛 當然當然我有為了投影 所以我把文字調到 OK 那舉例來說我們現在要對 我想想看我們可以幹嘛 OK 那舉例來說我們現在要讓它變成計時器 隨著時間 就是自動顯示秒數 通常在JavaScript我們會怎麼寫 通常如果我們在JavaScript要寫一個網頁的小時鐘 應該會是new date 建立一個日期物件 然後把日期物件的年月日分秒 指派給網頁的某個元件 那同樣的QML我們可以用很接近它的方式來完成這件事 好 我們就實際示範一下 應該沒記錯吧 應該沒記錯吧 OK,有了,快速明了 好,那我們來看我們剛剛做什麼巫術 我們建立一個Timer物件 Timer物件在QT裡面叫QTimer 然後基本上來說我們就做什麼 其實你看到這邊untriggered 就是QT它的原理是它有物件有屬性之外 還有所謂的信號 就是我們一般在其他程式語言會講事件 就是發生什麼事件 那Timer這個東西就有點像自走法 反正它就是你設定之後 就是它設定它的就是間隔 然後設定它有沒有在執行執行多久之後 它就會定期的去觸發一個信號 那這個信號名字叫triggered 所以我們在QM我們會寫untriggered 當觸發信號的時候幹嘛呢 和JavaScript一樣建立一個日期物件 然後label標籤的文字 就設定成日期物件的get seconds 這基本上和JavaScript是一模一樣的 其實是不是很簡單 就是其實剛剛包含那個畫圓圈 然後會倒數的那個東西 也是我大概前兩天有空寫出來的 因為你要做的事情就只是把描述 就現在是直接顯示日期的秒數嘛 你只要把它改成就是倒數回圈 然後再把它畫一個弧 其實程式就寫好了 對 整個來說是很簡單的 那我們還可以再看看說 我們還可以幹嘛 好 我們舉例而言 假設我們對 就是 假設我們對它的字型不太滿意 或是我們想要為它做動畫 我們要怎麼辦 好 假設我們想說 描述改變的時候 我們希望文字會一鳴一面 就是每次tick到下一個描述的時候 它會閃一下 我們要怎麼做 目標不見 目標不見 好 我看一下 好 好 我是不是漏檔了什麼 啊啊 我知道什麼 好 好 好 我不知道頭螢幕上面會不會很明顯 這樣看得出來嗎 對 那我們做什麼事情 那我們做什麼事情 property animation 也是一個Qt的物件 那基本上來說 你腳 基本上來說它會自動track 就是它會自動追蹤說 現在qt 現在qml產生出來的每一個畫面 每一個影格每個frame的時間點 然後它就會在那個時間點去修改動畫 所以我們設定的是什麼呢 我們在200毫秒時間裡面 把label就是文字的透明度從0.5切到1.0 然後接下來我們在每次修改的時候就讓動畫播一次 那其實基本上來說你只要學會這些 你就可以直接寫一個Android桌面小工具然後上架 對 那只是說 QML能做不止這些 那我帶大家很快的看一下就是QML怎麼寫的 那當然還有就是QML動畫除了實際應用在就是用播放的方式之外 還有另外一種是自動動畫 這個我們今天要議程要講到可能有點困難 就是例如說假設你在捲動的時候 Y值會改變 你可以讓動畫自動追蹤Y值 然後讓它會有彈性 就是捲到底會彈回來 當然其實它內建已經有寫好 但是或者是例如說 假設我隨著時間的變動 就是假設我隨著時間的變動 我的文字會往下移 好我直接來寫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ペット 我們多於在賣好 我可以幫你 來幫你 但是我可以幫你 我可以幫你 也幫你幫我 除了 你需要幫我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但是你可以看得到的是 我们现在把 就是从哪里到哪里拿掉 然后把它包进一个behavior里面 behavior on y 的意思就是说 behavior这个物件 会去自动追踪 y 的修改 然后当 y 因为我们在底下修改的时候 照理的时候它应该会是一格一格直接的跳 就它会直接这样顺移 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写成 behavior on y 的时候 它会在 y 值改变的时候 用动画方式将它呈现 那当然这里你就可以做 例如说在 y 值移动的时候 你可以把动画修改成 例如说像 outback 就是 曲线弹回往回 或是线性 或是那个 二次方三次方 都是可以的 这样应该很简单吧 就是这样写动画 不用自己写回圈去track 它 好啦 诶 这样就是25分钟过去了 好 没有关系 那我们就直接来讲今天的重点好了 其实相信大家今天应该 不少人是冲着说想要听说 诶 要怎么40分钟写一个 G0V Client 来的 那这个 我们今天要来写这个的简单版 那这个大概是什么故事呢 就是有一天我在上明法课的时候 我忘记带明法点 然后因为那本很重 就是小六法 然后 然后 因为你知道就是 明法有一千多条 然后如果你拿chrome开那个网页的话 就是 然后法学院的wifi又是 又没有换AP 所以基本上那网页开了就hang了 你根本没有办法用网页版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呢 就是 G0V很甘心的 他们就把那个 法条已经parse好成json 就是parse成程式可以处理的格式 然后放在网路上 但是如果你要 但是你如果直接看json的话 其实不是一件很方便的事情 所以 然后刚好那一堂课好像 就是剩下50分钟 然后剩下40分钟 那一堂课就写了这个东西出来 就是现场写 那当然就是 因为就是在harmantan上 所以就是 我们到时候 待会课出来可能不会这么漂亮 但我们要示范说 我们要怎么去 用javascript的方法 去抓这些资料 然后把它显示出来 然后 显示成法条 OK 其实我们大概就会分三个步骤 先画界面 然后如果你有用 javascript写过ajax的话 你应该知道xmlhttp request 这个东西可以直接在qml用 我们可以直接捞资料 然后 因为qml 有所谓的 用了所谓的list model的概念 就是 你可以建立一个空白的元件 然后把资料 喂给他 他就自动用那个元件的每一项 去产生 那个清单 所以我们只要做到这件事情 就可以了 OK 听起来好像很简单 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吧 好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写好的 就是 如果你把它写成正常的xmlcode 会怎么 正常的程式码会像什么样子 OK 这个是Hardminton版的写法 其实我把它写得有点复杂啊 因为我有做很多动画 那但是大概我们会分成 你可以看到整个程式会分成 Header 标头 然后list view 就是底下清单 然后中间我还要写一个是搜寻列 那我们今天应该不会写搜寻列吧 对 就有 应该没有时间写那个 然后 最后底下就是 menu 然后再加上一些未给清单的程式 当然那是解辟 我们待会 如果很快把它兜出来的话 一点都不需要写这个 OK 那好吧 好 我们 好 那我们很快把这个程式改写成 法条可以用的app 首先就是 如果你有用iOS的app 应该知道上面都有一个header 标头 然后底下应该是一个清单 所以我们要怎么写出一个 可以让标头一直停在上面 不论你手机怎么转 都停在上面的标头呢 就很简单 来 我这样会不会不够大 用 subline OK 那其实在qml里面定位有好多种方式 那包含anchors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秒点 有包含上下左右中间 垂直中间和水平中间 那我们要把它固定在上面的话 就其实两种方式 一种就是把宽度设成和附屋间一样宽 就和视窗一样宽 然后把x设成0 另外一种方法就是直接用秒点把它固定住 那我们现在 刚刚我们已经用过秒点了 所以我们应该会用第二种方法 OK 那我就不用anchors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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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來不一定會很好看 但是其實就很簡單 就是拉一個矩形 然後把文字對齊它的垂直中間 OK 接下來我們應該要為清單挖洞 就是要怎麼重複的顯示一個物件 其實我們會從JsonLow資料下來 所以我們應該要寫一個ListView 或是直接用Repeater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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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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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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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